运动场上抢风不断 连打好的棚架都摇摇欲坠 而下一秒 这风实在太大 连架好的裁判台也被吹翻 这里是澎湖中小学联合运动会会场 受到寒流影响 不止气温跌破10度 创下6年新低 风速更是10年来冬季最强 也因为风实在太大 活动只好早上临时取消 让许多选手的工作人员 冒雨到场后才发现比赛延期 白跑一趟相当不满 早上真的评估起来天气太冷 又雨太大了 可能才律师决定取消案 怎么没有先提前 先通知家长跟选手们 让家长选手白跑一趟去参加比赛 不只路上天气受影响 连水族馆的海归也像冻江一样 活动度大减 官方担心他们冷到出状况 赶快启动避寒措施 像比较大型的钢子 我们用波炉 然后把它加温 是 比较小的钢体的话 会用那个电子的控制器 然后加到那个生物适应的环境 年度最强寒流来袭 对本岛也有影响 屏东还出现12级的强劲洛杉丰 甚至连路灯都直接被锤断 索性无人受伤 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低温特报 预计时冷天气会一路延续到礼拜三 星期四气温才会开始回升 提醒民众要注意保暖 静新闻 亚安斯阿贵阿麦 直播报导 谢谢大家 小小小小 受伤侣 2 2 9